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吗 和你分享一个我很深刻的经历 话说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喜欢和一帮在教会团契里的弟兄 我们每个夏天都会去一次旅行 记得那一年我和几个弟兄一行六个人 我们就去Kilona打算玩两天 可能因为年轻人贪瀟灑 所以临行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计计到酒店 因为我们想着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 去到哪里 住到哪里 感觉到有点瀟灑的感觉 所以我们想着 总之开车去到哪里 天黑了 我们就找个旅店来落脚 好像以前的大盒那样 我们是这样的想法 于是一行六个人的时候 我们忧灾忧灾两手奉奉的我们就出发了 不过呢 差不多去到Kilona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 我们就开始沿路找酒店了 但是谁不知 就是一直一直找 每入一间出一间入一间出一间 我们就一直找 找也没有 但是天野已经暗了 我们什么价格的旅馆都想去找 都找不到 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彷徨了 忽然之间 在车里面的时候 有一位弟兄突然叫了一句 喂 你们来看一下 我看什么 前面有个牌 那里写着logic 不如我们跟着去看看 有没有第二间旅馆 我们去问一下 于是开车的弟兄 就沿着那些路牌 一路去 转了 又转了 然后又上山 又下山 经过那个丛林 到最后 去到在山的中间 有几个东西 才发觉 原来是当地 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宿舍 在建议和建议之间 我们还看到 那时已经8点多钟了 来往有些学生在这里走来走去 我一看到这样的状态 我就跟车厢里面的弟兄说 我说 走吧 这里是人家宿舍 哪有得住的 那个弟兄就这么跟我说 不要走 先问一下 先问一下 不用死的 可能有 于是我就回答 怎可能 你有没有听过宿舍 会让一些旅客住 不会的了 我们不如走吧 但是那个弟兄 他又坚持 你给我先试一下 好 你就试一下 于是这个弟兄 就不管那么多 开车门就下车 我就看着他的身影 就走到那间宿舍里面 我坐在车厢里面 我就跟其他的弟兄说 我说一定不行 死定了 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等一下他走出来的时候 一定随后放弃 我告诉你 如果他可以 我世界观都会变 我这头说完 都不到十分钟了 那个弟兄 就在远远的宿舍门口走出来 然后拿着两只手指的正利手势 你就是对着他车 嘶 嘶 然后车厢里面的弟兄 全部人看着我 然后他们就这样说 Joshua 你死了 今次你的世界观真的要变 以前的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不可能的东西 我很快乐 我就会说不可能 有些时候 我连试我也不会试试 不过这一次经历 对我来说真的很深刻 深刻的在于 不是因为他真的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深刻的在于就是 他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生命的光景 他让我明白到一样东西 就是原来如果我的人生 一直都是被困在 我一如以往的观点和做法 而我没有让我自己 让我的环境 stretch一下我自己 擴张一下我自己 喂 其实我的生命 就真的没有什么突破的机会 什么叫做成长 第一姐妹 我们经常都鼓励大家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成长 什么叫做成长 从某个角度来说 其实成长就是在说 你的生命需要不断地被stretch 不断地被扩张 不断地被扩张 不断地被突破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所说 不断地我们这样说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神可以利用 人眼前所见到的危机 怎么说 你要成为了他去突破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机 你还记不记得吗 我来一次好吗 神是可以利用人眼前以为的一个危机 你可以成为他去突破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机 是的 的而且确危机 是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辛苦 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痛楚 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能够可以经过了危机之后 弟兄姐妹 无可否认我们的生命是必然性地被扩张 我们的生命是必然性地被stretch 以后我们不单止能够更加的坚强 甚至乎很多时刻 神是可以透过这个被坚强了的生命 在他的国度里面 能够做更大和更多的工作 你知道吗 在早期教会 他们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每一次当早期教会 他们被突破的时候 他都是在一些危机当中 上帝就透过这些危机 将他们stretch 将他们来抗张 不管在他们的组织上 又或者在他们的福音策略上 甚至乎在他们的神学的观念上 神很多时候 是利用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和经历 来突破他们既有的看法和生命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上帝的工作 能够可以更加的 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 或者在这些群体里面 来大大的工作 而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也是今天早上我想跟你分享 就是使徒彼得 在使徒行转当中的一个经历 弟兄姊妹 你认不认识使徒彼得 你应该对他很熟 上帝其实用了很多的经历 要突破使徒彼得的生命 而其中的一次 就是记载在使徒行转第十章 这一次的经历 就是住在约帕 作为超被障西门的家里面 这个故事究竟是说什么呢 话说有一天 大约在正午的时候 彼得就在这个西门的家里的楼顶上祈祷 而在那一刻里面 上帝就容许彼得在那里 来见到上帝给他一个的异象 《智徒行转》第十章第九节 圣经里面这样说 他说第二天 大约正午 他们走近那座城的时候 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 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觉得饿了 很想吃饭 通常祈祷的时候 你会不会特别觉得饿了 有些人觉得眼睡 彼得今次觉得饿了 这时候 他混由障碍 看见天开了 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角 降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的各样 四足的生畜 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 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 起来宰鸟吃 彼得说 主啊千万不可 我从来不吃族物和不结的东西 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 神所结净的 你不可当作族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件东西就立刻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猶而不定 不明白所见的异象 是什么意思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不明白 他不单止不明白 这个异象 究竟里面内容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其实你想想一想一想一想 他更加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上帝要给他去见到一个这样的异象 因为彼得不是我们 如果彼得是我们 他会知道的 原来他现在这一刻 他所见到的异象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引言 是一个引子 其实那个异欲 才在未来的时候发生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使律梁传》第十章 彼得猶而不定 不明白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合好 过来留派来的人 找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口大声闻 有没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在这里作客 彼得还在私梁那异象 精灵就对他说 李罕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吧 跟他一门去 他门一起去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留到他们那里说 看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他们说 伯夫长哥里留是个义人 敬威神 全犹太族都称赞他 他得到一位聖天使的指示 请你到他家里要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留他们住 哇 是不是这么巧啊 这一头 其实 彼得先在一个屋顶上面 看到一个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异象 但是那头 有一个人叫做哥里留 哥里留就是一个白部长 其实哥里留是一个外邦人 是一个非犹太裔的人 他的邀请就在这个时刻来到他们当中 他还要说他的邀请是因为来自天使给他们的指示 为了什么 为了来这里邀请彼得到他家里 要听彼得在上帝里面领袖所说的一切的话 如果你是彼得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在想什么 如果我是彼得 我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咦 现在福音都要进到外邦人那里吗 过去里面 我们觉得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 过去里面 我们觉得只有犹太人才能有那个权利去领受上帝的说话 现在连福音都可以去到外邦人的里面 如果我是彼得 说在那一刻里面 这个成为我的疑问 说他也在那一刻里面 我开始慢慢有一个印象 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在楼顶上 我会有一个这样的异象 究竟跟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这个是彼得心里面所囚算 心里面所疑惑 不过我们看下去就发现 彼得面对着这个疑惑 这个不肯定的时候 他作出了以下的反应 第23节一路落 第二天 彼得动身奸他们一同去 另有约派的几位弟兄同行 第三天 他们就来到这个该撒利亚 就是哥尼流的地方 哥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在恭候他们 故事继续讲下去 就是说到哥尼流就在这里和彼得去解释 究竟为什么要请彼得来 就是将到天使对哥尼流的一些说话 说要他去请彼得来这个故事 就讲一次给彼得听 到第34节 彼得就反应了 彼得开口说 我实在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的 原来在各民族中 凡敬畏他而行义的 都蒙他愿纳的 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所有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受了国礼 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 因为圣灵的恩智 也囂贯在外邦人身上都很惊讶 原来听见他们在说谎言 尊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 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后来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 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就是 这件事之后 彼得甚至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 他将到哥利流和自己所见的异象 都告诉当地的信徒 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的领袖 原初信徒的领袖 对于彼得去到哥利流 一个外邦人的家里 这个行动其实很有意见 他们对于一个外邦人 能不能听耶稣 能不能信耶稣 福音能不能进入他们的里面 其实他都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不过当彼得在这里复熟了一次 他在哥利流的家里的经历 并可以见证到在哥利流的里面 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一帮人都不能再去疑惑 并且圣经里面这样说 他们一起这样说 他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及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弟兄姊妹 你看 彼得一个人的经历 竟然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 对于福音带到哪里 产生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改观 甚至直接地影响了这个福音工作 它能够传导去一个更远的地方 甚至影响到今天你和我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 我们能够信耶稣 我们能够听福音 都是从这个教会的改变 彼得的突破来开始 不过 如果你看回这个故事 你重温整个彼得的经历 这件事件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可以发现 彼得之所以他的生命 能够有所突破 甚至耶路撒冷教会 因着他的缘故 在福音的工作 能够有所突破 全因为在彼得的身上 有三样很明显的素质 以至于这个突破能够成立 这个突破能够出现 你问了 究竟彼得的生命里面 在这一刻里面 有什么的素质 是值得今天我们来借镜的呢 首先第一 你能够看得见 在彼得的生命里面 他首先是有一份 他愿意接受改变的态度 他有一份愿意接受被上帝 去改变去调教的一种心态 你问 何意见得 其实你看一下他 现在这一刻他住在哪里 其实你已经有少少的想法了 你不是告诉他他住在哪里吗 他住在若帕 在若帕的哪里吗 在若帕的一个赵皮障 名叫西门的家里面 你知不知道一个赵皮障 究竟做些什么 一个赵皮障 其实就是以前那些人 他们在这些死了的动物的身上 将他的皮来撕下来 来制成皮夹用具的一些职业的人 你知不知道这份职业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禁忌 因为做这份职业的人 差不多每一天都要接触那些动物的死屍 而动物的死屍对于犹太人来说 其实是一样很不洁的 一个不干净的 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物件 所以一般的犹太人 对于做这些职业的人 都很多时候是不会跟他们去接触 甚至不会跟他们来往 不过现在你看看 彼得他是怎样 他不单止去接触这些人 他甚至是住在这个人的家里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彼得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openness 为什么彼得可以有这样的开放呢 如果我们看回之前的时候 事内行传一路的描述的时候 我们看到 其实彼得一直 他由耶稣基督的升天之后 彼得在耶路撒冷水面 所经历的每一个的神迹 甚至乎都坐各处 他看到人是如何归主 甚至乎做一章 如果你能够揭起来看的时候 就是撒玛利亚人 那些半犹太半外邦人的种族 这些人他都能够可以接受耶稣 其实去到这一刻里面 彼得的心已经预备好 彼得的心已经预备好 就是他随时可以去体会 随时可以去见到发现 上帝一些可以超过他所想所求 超过他能够可以想象成就的一些事情 彼得在这一刻 其实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有谁可以说自己未经历过 上帝就一定不会将他成就 有谁说你过去里面经历的事情 那个世界就一定要是这样 来运作的 彼得已经有一份 愿意被上帝去调教 被上帝去改变的一个心态 以至于到了后来 当歌利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那里有那种预备 有那种心态 来看得见 就是上帝现在这一刻 要在他的面前要做一件怎样的新事 并且将一份很新的不同的使命 来带到他的里面 就是要将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中间 帝兄姐妹 生命要突破 其实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是需要愿意突破先 你要肯给上帝去stretch 你的生命才能够可以被stretch 如果不是的话 即使今天上帝要在你和我的面前 去做一样的新的事情 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 帝兄姐妹 其实你都可以当看不到 正如像今天那样 你如果只是觉得你眼前的困难 所为你带来的只是辛苦 为你带来的只是不便 你却不将它看为上帝 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机会 去stretch你和我的生命 用这个机会 去调教你和我的生命 等等 姐妹 其实我们的生命 又怎样可能有什么突破呢 就好像彼得这样 彼得在这里 神要stretch他 彼得在这里 神要去调教他 先就由一个异象开始 来去触动他 来去刺激他 然后就来了 上帝要在他的生命当中 去移除那些 令到他的生命 不能够继续成长的一些障碍 帝兄姐妹 你觉得这个异象究竟奇不奇怪呢 你说其实我每次见到异象 我都很奇怪 因为我没见过 但彼得不是 彼得见过异象 但我想对于彼得来说 这个异象 对他来说 亦都是特别奇怪的 原因是 因为那个异象的内容很奇怪 异象的内容里面就是说到 在天上面有块布 降落连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动物 昆虫 然后上帝说 你吃吧 你吃吧 你宰了它来吃吧 彼得说不行啊 不可以的 因为它们不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彼得的心里面 他至少都知道 就是至少在他的教导里面 他在圣经里面的领受 并且在 救浴里面 上帝明明说到的 就是动物是有分为不结和结 有结症的 有不结症的 我们能够可以吃 我们能够可以接触 但是不结症的 无论你多饿都好 你都不可以吃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歧视那些动物 而是因为当时里面 上帝很体会提出 那个卫生问题 以色列人的时候 有些动物不值得 因为卫生的问题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其实也是 上帝给以色列民 一个分别为性的记号 所以呢 在以色列人里面 他们至少 在这么多年来 在他们的民族里面 包括彼得 当然 他们一直对于他们身边的事物 都已经带有很强烈的 来分别 什么叫做圣结 什么叫做世俗 的一个观念 一个圣族的观念 其实不单止是毒物 不单止只是食物 就连他们怎么看人 他们都有分开 什么叫结症 什么叫做不结症 但问题就是 这个观念 是对于上帝 要将福音 带到外邦人的里面 要将福音带到犹太人以外的地方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所以 在这里 神就要透过一个这样的异象 来到去 在彼得的生命里面 来到作出 来到去调教 若然上帝要继续去使用它的话 这个调教是必然性的 这个调教是绝对需要的 所以上帝就使用一个这样的异象 并且哥尼罗这个事件 在当中发生 不过看回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看到 彼得在一个这样的环境 都要被上帝调教的话 是不是今天我们都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 就是上帝今天如果要我们在这一条跟随他的路上 要继续走下去 其实有没有一些东西 其实他都需要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都需要作出一些的调教 你说是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习惯也好 又或者我们过去的里面 我们的喜好也好 又或者是过去里面我们的包袱 我们的传统 甚至乎 我们很多的特兴节目 我们来自很多不同的教会的背景 过去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经历 或者我们对于教会 本身什么是教会群体 什么是信徒群体 我们也有过很多偏差的一些想法 总而言之 以至到今天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的包袱 这些的传统 这些既有的做法 说他是阻碍了上帝以后的工作 而今天 上帝需要调教我们 需要在我们来做这些调教的工作 好叫这些来阻碍我们成长 也都阻碍我们群体 继续与上帝继续走下去的这一条的路 那些的障碍 上帝需要透过我们的经历 来将它移除 就好像华人圣经学者 纳约韩牧师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他是会经常用上帝的说话 去衡量并且教证固有的观念 他们若是合乎神的心意 就可以继续拥有 但若是难了我们完成神的工作的话 神就必须要将他来改变 什么所谓叫做必须要将他的改变 什么时候呢 不是在我们无事无干的时候 不是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去重新反省 究竟今天里面我们做的事 我们正在做的事 并且在当中作出调教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上帝就是透过我们个人 或者是我们教会 我们在危机当中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调教我们 你知道吗? 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教会所经历的挑战 都可算是这么多历年里的数一数二 那当然了 可能有些人 好像有些朋友 这次第一次来 或者上个星期才来的时候 你不太明白 究竟近期里面 究竟哥伦在经历什么的挑战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忽然之间我们接到学校的通知 我们要由一个大健身的地方 我们聚会的地点移到这个地方 由一个很宽敞的地方 由一个我们可以同时间11点钟 四堂崇拜同步发生的时候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将英文堂放上早堂 然后中文堂到五堂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人 所有的次序 所有的温单 所有的儿童事工 事奉的队伍 童谷的配搭 就连每一个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 来一个全面性的大兜乱 不只是场地问题 中间里面牵涉了很多适应的问题 中间释认了很多不变的问题 所以你问我这个对教会来说 是不是一个危机 是的 这是一个危机 是不是一个困难 是的 是一个困难 但是你知不知道 正正就是因为这么危 正正就是因为要作出这么多的调动 正正就是因为 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在什么的位置当中 带来很多的不变 是将我们由一个报告 我们过往里面 我们觉得很舒服的 comfort zone 而是push了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考验 令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重新问自己 一条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究竟 我当初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就是当初我选择来这间教会里面 我的仪仗是什么 就是上帝究竟from the day one 叫我来这里 和这帮的弟兄姊妹 我们组成成为一个教会的群体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究竟他给了什么的仪仗给我们 让人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还是不是今天我在这里的目标 让人在这里能够经历上帝 还是不是今天我在这里 神托顾给我 呼召我在这里的服侍 有什么 我们能够可以透过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不变 困难和辛苦 上帝在当中要调教我 调教我的家的家庭 调教我的家庭 调教我的教会 为什么要调教 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 神要使用我们 能够有更大的能耐 来去跟随他 来去服侍他 可能你会问 你怎么知道上帝在调教我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群体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上帝要调教我们 弟兄姊妹 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立即给你的方法 他的答案就是 我说不到给你听 你要自己去知道 而唯一你要自己去知道的方法 就是你就憑着信心 走上去 你知道吗 接到哥尼流的邀请之后 其实彼得是不知道下一步 应该如何 彼得是不知道 因为当时彼得都未见到哥尼流 彼得只是见到哥尼流派来的那些仆人 对他的邀请 彼得是不知道下一步究竟会是怎样 那一刻里面说他 就是刚才见完異仗 然后哥尼流的族人就来到了 然后发出邀请 对于他来说的时候 可能他有点微目 为何他要见那个異仗 但是究竟是怎样 是不是真的这样 他不知道 他是未肯定 但是彼得有没有站在那裡 彼得有没有站在那裡 哎呀 我不知道 没有 彼得是怎样 是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彼得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晚 然后下一句很重要 次日起床和他们同去 彼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挣扎 有的 我肯定有 他心里面有没有疑问 肯定有 人之常情 但是彼得没有让他的那个挣扎 没有他那个心里面的疑惑 来限制他 只能站在那里 原地踏步 在那里想 他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样 他要让他的生命被上帝有所突破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选择就走上去 他还没清楚 是 但是他选择一路走 一路看 而这一份所谓的一路走 一路看的信心 其实才是彼得的生命被上帝突破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你想生命有成长吗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去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有成长 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们都跟弟兄姐妹去问 你想不想成长 很多弟兄姐妹说 我想成长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成长不是用来想的 不是你只说 我想我很想成长 于是你就会成长到 不是你说我想成长 于是我就成长到 唯一带来改变的就是你要走上去 当然走上去之前的时候 你可以怀疑 你可以挣扎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彼得在这里 他最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让自己的怀疑和挣扎 你只能在一个原地上踏步 就在那里等 No 彼得没有 彼得走上去 容许自己就是一路走 一路挣扎 但是你又见到 上帝就在他这种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挣扎的时候 上帝就在他的沿路上面 一路地 将他要在教会 和在他身上的计划 一步步地 你就是揭示出来的 老实说 其实当今次 教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要出了这么大的调动 对于这一次的冲击里面来说 其实对于我自己 我自己 其实我也有一些 一下子不能消化到的感觉 我很记得的时候 当我接纳这个消息 头一个礼拜的时候 当我很愁苦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我太太这样说过 我说太太 我说今次真的 跟上一次跟前一次 跟大前一次都好不一样 我说今次的里面 直到今天 我仍然未能够揣摩到 究竟上帝下一步 要怎样带我们 究竟他要带我们 怎样走下一步 下一步究竟我们去哪 我真的揣摩不到 你知不知道我太太 跟我说什么 你听听 他这样说 他说既然你都揣摩不到 那不如你就不要整天 想着要去揣摩 上帝当初叫你做什么 上帝已经告诉你 要做什么 那你就按照上帝对你的呼召 要忠心地做回你 平时应该要做的事 这句是否厉害 有时候你都要听老婆说话 到底是真的 也真的 有时候上帝不是有时候 其实上帝真的不是每次 都告诉你 他的计划是怎样 然后才叫你走上 上帝不是要交代给你 究竟以后你要走去哪 于是你才考虑过 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呼召 很多时候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怎样做事呢 上帝要我们一路走 一路看 上帝要我们走第一步 他让我们看第二步 他让我们看到第二步 我们就走上第二步 而我们只需要的就是 相信 就是每一步背后都有一位 背后掌管的上帝 他要我们看的就是 我们每一步的背后 有一位信实的上帝 来到一路来到带醒 于是你就是走一步 见一步 走一步 再见一步 神就是通过这种 一路走一路看 让我们来到体验他 在我们生命当中 甚至乎我们的群体里面 他的心意和他的计划 你记不记得当日 以色列人是怎样 你都是在抗野当中 你都是行走 如果你留意的时候 其实上帝从来 没有叫以色列人 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下一个地点 我会怎样带领你 我会带你去哪里 可以吗 可以了 那你收拾吧 没有啊 你留意 以前的以色列人 他是怎样在抗野里面走 他们的眼睛 不是看 究竟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 他们的眼睛 不是揣摩 究竟上帝你要跟我 你要把我从沉的抗野 何时带到去信的抗野 他们不是这样 上帝要他们看的 只是一大地方 就是看着回幕 回幕上面有云彩 当云彩升起的时候 他们就收拾了 当云彩起行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云彩去走 当云彩在哪里停在那里 他们就停在那里 云彩降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里安营 在四十年的光景里面 神从来没有要以色列人 去望去揣摩下一个的目的地在哪里 上帝要以色列人望的 只有一样 就是云彩 望的就只是回望 然后上帝带他去哪里 他们就会去哪里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真的不知道 下一步究竟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最后的目的地 我们究竟会去到哪里 不过你想回头 其实这件事重要 我们真的很需要 现在这刻知道 究竟上帝到最后 要带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吗 弟兄姊妹 你想回头 是不是没有了Richmond High 我们就不做我们现在的东西呢 是不是没有了大健身 没有了小健身 我们就不做我们现在的东西呢 是不是就算我们没有了多少人 没有了多少个家庭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个调动 我们就不继续做我们现在的东西呢 不是的 即使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 依然我们会在这里继续的 来将上帝的名去高举 依然我们会继续的 来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社区 所以说到尾 我们要知道我们到最后 会去到哪里 这件事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呢 会影响到我们今天 是否继续上帝 当初给你和我 或者是你的家庭 之所以在这间教会里面的使命呢 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仍然在回应 上帝给我们在这里的呼召 这个才重要 先是一份愿意接受改变的态度 然后是一份愿意被上帝调教的那个心态 让上帝随去他生命当中 拦了他成长的障害 而到最后 凭信心一路走一路看的心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彼得的生命 你也是被突破 甚至乎 连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 都被突破 所以 如果今天我们都好像他们一样 这次我们所经历的危机 弟姐妹 你能不能够认同 其实都可以成为上帝 今天对着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甚至乎我们整个的群体 突破我们生命的一个机遇 好了 如果你认同的话 那我就会这样鼓励你 在这个时机的当中 我很想鼓励弟姐妹 你可以做三样东西 OK? 做三样东西 第一 我很鼓励你 你要紧守崗位 让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到中心服侍上帝 我们没有了什么 我们转了去哪 这个完全不影响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多少个位置 有多少个空间 这个不影响当日上帝 为什么要呼召你来这里 是影响不了的 所以今天 若然我们已经在这里服侍 我们在这里很努力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继续来到中心 因为无论地方变成什么都好 那管到最后我们去哪 我们的使命依然没有变 我们的异仗依然没有变 我们的上帝依然在 这个第一件事 我很想鼓励你 第二件事我会鼓励你 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到去为彼此之间 我们的同心 你要继续这样努力的来到去祷告 特别的就是 我很想在这段时间 你为你自己的心来到去祷告 求上帝来保护你的心 因为在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真的经历了很多的适应 很多的转变 很多的磨合 很多新的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求上帝去保护我们的心 不要让恶者在这个时刻里面 有机可乘 在我们的心里面 来作搞妖的工作 为了教会 代表姐妹的同心 为了我们彼此的相爱的关系 你都好好祷告 而第三 就是如果到今天 你依然未投入教会的话 或者可能你来了只是几个星期 或者你来了几个月 但是你继续保持在这间教会里面 来到星期日的崇拜 甚至有想到来到一入小组的话 我鼓励你 不是在这个机会想想 究竟我是否在 反而我很想鼓励你 你再趁这个机会 你投入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所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时间 你身处的是一个上帝 正要去突破一所教会的一个时机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跟我们一同来的见证 并且经历 上帝要在这里 要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工作 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 在不同的崗位里面 我们彼此的配搭 我们的儿童事工 由一个section 变成两个section 有两场的儿童事工 我们需要更多 能够愿意在儿童事工里面 来参与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更多 能够愿意在hospitality 接待的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 我们需要更多 可以加入这个admin team 甚至connect team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很多的事务崗位 我们仍然需要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在这里 不论我们怎么变都好 但我们仍然在这里 来建立这个群体 总之 无论我们怎么变都好 时间可以变 计划可以变 但是弟兄姐妹 容许我们回应上帝的决心 我们服侍上帝的行动 就是半点都不会变 为什么 因为这个虽然是我们所面对的危机 但是却是神要大大突破我们的转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这段时机里面 我们能够把握好 被神的去触摸 并被神的来转变 好叫祂的工作 能够在这里大大的 来展现 在这一刻里面 我很想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 我们就一同的同心 为我们自己 并且为这个群体 为大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让我们去经历 这一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 或许今天里面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种很多的不便 很多的困难 大父神 我求求你 你在我们的里面 你兼顾我们的心 你让我们能够经历 让我们能够可以去体会 在这个困难当中 你要怎样来 去模造我们各日的生命 神啊 不论我们有什么的改变 不论之后会有什么的事发生 甚至乎你要带我们去到哪里都好 但是神啊 我们愿意的就是 仍然继续跟随你的指引 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 你是那位带领我们的上帝 愿你兼顾我们各日 愿意在这段时刻 更让我们体会到你的同在 也都让我们的信心 能够大大的来大 倚靠你 倚靠你 妄实你 将我们的焦点 就只是你放在你的身上 多谢主你 我们这样祈祷交堂 奉过主耶稣基督的名靠 阿们 你护着我 你护着我 护开盘地 封锁 你护着我 我护着我 你护着我 我不走 你的爱你 初心绕护我想象 我愿深处 我愿相复与你 成为祝福 我愿意就像我 想象 愿你满足 我愿意跟随你脚步 成为祝福 我要一生送到你 我愿深深所有 毫无保留 有了你 我愿意 我是无人 拥护我想象 我愿深复 我愿相复与你 我愿意跟随你脚步 成为祝福 我愿意想象 我想你 我愿意跟随你脚步 我愿意跟随你脚步 我愿意向随你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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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 神灵 好像诗歌里面所说 我求你你扩张我们 我求你扩张我们自己的生命 神灵 你让我们在人生的不同的路程里面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喜与跌 up and down 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因为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 主要你在我们的背后 你与我们一同的来到走我们前面的每一步 纵使去到这个位置 我们人以为是困难 人以为是危机 但是神啊 你告诉我们 就是你在背后 你在背后 你依然是那位作王掌管的那个 纵使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多么难 但是神啊 你说你要与我们同在 而就是透过这些我们人以为艰难的经历 神啊 原来你有一个化妆去祝福在背后 就是你要扩张我们 你要扩张我们的生命 扩张我们的家庭 甚至扩张我们的群体 因为你看重我们 因为你更愿意去使用我们 就是因为这份的愿意 主啊 你容许我们这样经历 并且在这个经历的当中 你要祝福 你要与我们同行 你要加我们力量 愿意到最尾 所得的不是我们的满足 所得的是你的满足 你的国 安着你的满足 成就在这个属于你的地方 神啊 这个是我们的土球 这个是我们的土缘 愿你兼顾我们 愿你帮助我们 愿你让我们每日 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境况当中 去经历你更加多 主啊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的恩典 多谢你的同行 多谢你的信实 我们这样祈祷 付我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律依靠 阿们 弟兄姐妹 请坐